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Villa 哈喽我是Steven 那今天我们想以一个稍微不一样的形式来进行这期视频 那今天我们这期视频的主题就是我们家的餐桌 所以我们就想坐下来一边吃晚饭一边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是如何选定的这张餐桌 我们家这个餐桌呢 牌子是来自于一个叫Maruni的日本品牌 这个牌子还是Steven给我介绍的 这个牌子是建立于1928年 所以到目前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 他们家所有东西都是做这种纯木的家具 然后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家的椅子和桌子 当时应该是看苹果发布会 发现Apple Park的椅子还挺漂亮的 然后后来发现不光是Apple Park 然后在Apple Store的一些Board Room里也有类似的椅子 然后就查了一下这个椅子叫Hiroshima 这个椅子叫Lisa Maruni 当时就觉得这个椅子特别漂亮 然后继续往上研究这椅子 这牌子发现这椅子是日本设计师Naoto Fukasawa 他也设计过很多特别有名的产品 比如说那个无印良品的CD播放机 一拽就开始播放音乐什么的 当时也特别喜欢就买了 很久很久年之前 反正这个设计师就设计过很多境界的 之前本来就喜欢这个设计师 然后发现他还坐这个椅子 所以其实我们俩想要买椅子之后 就是暂定的就是想买那个Hiroshima这款椅子 然后就去搜哪里能买到 那么Runi哪里能买到这款椅子 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叫Architecture的一家店 它是类似于那种家具代理 对吧 在三番有 所以我们就去那个店里看了它 然后店里面有Hiroshima那摆椅子 然后坐了一下发现好不舒服呀 特别硬 虽然木头特别好 它有很多的家具木头都质量都特别好摸上去 然后但是它那椅子太不舒服了 还特别沉 就是那个椅子 我们俩非常喜欢它的点 其实是它的那个设计 它的设计的样子非常好看 就很多地方是很流线的 然后是没有过多的多余的线条 但是它为什么不舒服 就是因为它的靠背是非常窄的 只有这么高的一条靠背 它是比较在椅子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你靠上去之后 希望只有你的上背部有一条很硬的东西在支撑着你 你的从中背到下背就是露空的了 这种情况下你就会觉得你在被一个很硬的东西个着 然后我们想说你家里吃饭一个餐桌的椅子 不能只看它的颜值 不看它的实用性 随随我们就放弃了这个Hiroshima这款椅子 但没有放弃这个品牌 Hiroshima那个椅子它是有扶手的 我们觉得那个扶手就太隆重了 家里吃饭还是可能随意一点会比较好 然后包括坐的话 不会受这个扶手的限制 然后可以各个角度坐 然后这把椅子其实就可以看到 首先它这个后面比较低 然后当你把后背靠上去的时候 支撑你的下背 就会靠着会非常舒服 支撑性非常强 然后它还有一定弧度 其实就很方便可以把手放在这儿 或者是就是跟人聊天这样都非常方便 对它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就是说你有些椅子是没有扶手 它就是一个后背的一个地方 它这个是有种包裹你后背和腰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的手可以选择放在它的后面 也可以放在它的前面 就是又不会影响你就是左右移动 就比如说餐桌如果你是有把手的 你就需要把椅子完全的拉出来 你才能坐进来 然后这种椅子你就是比较灵活 在网上浏览的时候 我就看上了这个椅子 因为首先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靠背 面积比较大的这样子 后背就比较舒服 它又是圆弧形的 然后再说这个桌子 我们当时是先考虑说 我们是要一个圆形的桌子 还是要一个长形的桌子 最后选择了一个圆长形 我们这个空间其实还是比较长的 感觉用长形两边做人会更方便一点 并不是一个正方形的空间 所以它不太适合圆形的桌子 然后一说我们在里面找长形的桌子 然后长形的桌子 我们又不是很喜欢那种尖尖的棱奖 因为我们家所有的家具和整个风格 都是比较圆润的 然后就想找一个圆润一点桌子 然后就看到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系列叫Roundish 就它就是以圆著称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时觉得 这桌子简直就是为我们设计的 然后就量一下尺寸 发现它这个尺寸大小也非常合适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桌子 特别适合我们家 很恰巧的是 我不是在网上看那个椅子吗 我就发现这个椅子也是 Roundish系列的一个椅子 于是就刚好配上了 其实不是你TESLA想去买一套桌椅 只是说刚好喜欢的就是一套的 说明我们俩就是喜欢这个Roundish系列 Architecture那个店里是完全没有这个Roundish table和这个椅子可以去看的 之前我们去了它的仓库 然后看了眼这个椅子 那个椅子是没有坐垫的版本 整体都是木头的 当时坐上觉得就已经很舒服了 其实我们还是觉得可能加一个坐垫会更舒服吧 所以就选择了那个皮的材质座椅 然后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皮的颜色 当然那个桌子和椅子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木头种类 我们选的是Oak 它还有Walnut或者是Beach 这两种其他的木头 Oak的纹理还是很漂亮的 就是如果你喜欢浅色的家具 你就可以选Oak 然后你要是喜欢比较深眼的家具 其实Walnut也很好看 只不过因为我们家现在风格不太适合那个颜色 所以就当时就没有选 Walnut的质感特别好 我觉得Hiroshima那把椅子 就Walnut就更好了 那讲讲你用了这段时间以后你的感受 它这个桌子上这个材质很有意思 就桌子和椅子不同 这个桌子不能在太阳下直晒很久 要不然它上面就有层涂层可能会掉 但是椅子上没有这个涂层 桌子上这个涂层可能是方式就是吃饭 有什么汤啊水啊 可能会渗到那个木头的纹理里面 所以它涂了一层涂漆 这个涂漆挺神奇的 就是看上去是磨砂的感觉 然后如果有水印的话 用布擦的时候 其实那个不太容易擦下去 但不知道为什么你把它擦完之后一干 就看不到那个印了 但是你一让它变湿之后就能看到那个印 这点还是挺不好的其实 因为你擦住的就想把它擦掉 你擦了看那的印都在呢 就很装潢 但是你不用在意就行 其实我们特别喜欢之前的宜家的那桌子 但是跟宜家的桌子比起来还是好不少 因为它的那个桌腿啊 椅子的腿各种地方 大部分地方都是石木的 摸上去还是很有质感 它这个椅子我觉得特别完美的一点 就是它在所有角度看都是弧线 而且它的弧线是一样的角度的 我之前查那个美如云他们家的理念 就是说它其实并不是追求一个纯的手工艺 因为它说当你一个所有的价格都是纯手工制造 它就会非常非常非常贵 它追求 对它追求的是既有那种纯手工制造那种craftmanship 然后它又有这个industrialization 它又是工业工业化的 它想像它的产品要更多的人能够买到 能够去接触到 所以他们在做叫工艺产业化还是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所以说吧就是相当于保证高精度 保证对于原材料的挑选的同时 又能让这个家具披养生产 虽说它是披养生产 但是我们也等了半年五个月吧 而且虽说它是目标是想让大家都以一个比较好的价格能拿到 但确实我觉得在日本买会比在美国买要便宜很多 因为我们还要交那个运费啊什么的很多 它有税 然后反正本来价格也会高一些 那个architecture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家具代理的 他们家代理的很多都是特别有名的品牌比较难买的品牌 他们家都可以帮你买到 只不过他们家的展厅挺小的 并且就是好像不太经常更换 就比如说只有10%的他们代理的家具 你们在展厅看到 其实90%他们都可以帮你买来 就是你都看不到 你都是要自己去凭信仰去买吧 之前看着那个床 我们后来去LA摸到了实体 发现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喜欢 所以当时如果真的我们要买的话 有可能一冲动也就买了 所以其实还是挺希望能够摸到那些家具 还要试的 毕竟我们关注了一个设计师他们家有这个桌子 因为我们是从别的渠道去validate了一下 这个桌子如果能过了那个苹果和那个我们喜欢的设计师的这个标准 我们觉得我们是可以信念它的 并且它就是实木的家具 就是你对这个 你只要看到这个Oak的颜色 你只要知道它是个实木家具 你这个大概的预期就带在哪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买实木的这种家具的这个风险 就是不摸到它的风险会少一些 如果你就这个品牌 足够了解 对这个品牌的质量足够有信心的话 我觉得Moruni这个品牌在质量上还是没得说的 就是大家可以信任它的质量 不像有很多例子 比如说Design Within Rich 就有很多家具 我觉得他们做工就很糙 就比如说来自Herman Miller的他们的Dresser 就味道很大 油漆味很大 然后做工也不是那么精准感觉 因为我们家就买了他们家的Dresser 但是中途还换了一次抽屉 反正那个质量特别差 然后也不能说特别差 肯定比宜家强一点 但是强不了多少 就是差不多 但是你像这个Moruni的东西来了以后 就是完全没有味道 然后质量你在每一个地方 你从这个桌子底下看 你从每一个细节的地方看 都是可以拿到完美的 Herman Miller的那个Dresser就 你想象不到你是需要花那么多钱去买的一个质量 他们家其实也是量产嘛 所以其实就是量产就很难达到 你把这个质量把控的特别好 所以就是他们家非常优秀的一点 就是他又能做到量产 但又把质量把控到这样一个极致的程度 其实是很难的应该是 它最新有一个系列叫Taco什么的 那也挺漂亮的 感觉它每一款都非常的 我觉得都会变成一个timeless design 感觉很少有东西能让满意了 就是99%满意的 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冲出5个让你99%满意的产品 我都知道顺势是啥 你来 你说看 那我说看是不是跟你一样 第一苹果 第二606 这样我没想好 这样吧说出5个做工质量好 我还会一直用下去 永远不会扔不会卖的产品 就5个是吧 平平平我很会卖 平平不分先好 平平不分先好 那就看太简单 606 Maruni 莱卡 Kamari O'Ni 挺过 你太好Preddy 你还想到别的了吗 家具这晚上肯定不会换的 就肯定会一直用的 都是这么经典的 怎么会换的 我还想买某柱丁他们家的折叠仪 但我们家没地儿放了 一般也没人做 刚开始就知道他就是看那个 怎么知道的来着 这个设计师 这个设计师是一个日本设计师 叫 那个日本设计师Nauto Fukasawa 怎么试试 Fukas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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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得多苦 嗯